再往下看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的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段话也是一样的毛病 台湾的人民现在就已经拥有这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拥有私人财产、自由的宗教信仰 以及宪法保障的各种合法权益 这些都已经有了 那干嘛还需要中共来施舍呢? 怎么还需要你中共来批准统一呢? 对吧? 所以这段国台办说的统一好处 对台湾人民也一样没有什么制度红利 而且请注意了 国台办的用词有玄机 是秀里长刀 他们说台湾人民的这些权益要得到保障 社会制度要受到尊重 有个大前提 就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那这个就是关键的陷阱词了 中共最擅长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给无限上纲 那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是违反国家安全 连买个菜刀都得实名登记购买 也是为了国家安全 那就连买条白布都得实名购买 怕你拿去写横幅搞抗争 那大家想想 在这些大前提的底下 几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定性跟国家安全有关系了 对不对 那就等于是中共随时会搬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三顶大帽来管制你的生活、签制你的自由、缩紧你的人权 这样一来 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呢? 所以说 中共的官话、谎话往往是说得非常动人 但是一定会给你扣上一个大前提 就像在你的脖子安伸一个铁链环一样锁住你 让你看似手脚可以动 但是身体却走不动或者走不远 那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尊重台湾的制度与生活 而且他们用此也很讲究 他们用的是充分尊重 而不是生活方式可以获得保障 这表明什么呢? 表明了我只是口头上尊重你 但行动上照样要改变你 那说一套、做一套、玩文字游戏 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战话术